随着新一代流量一人的崛起,上一代的流量小生们似乎间接走了下坡路。 不过,俗话说得好,受此的骆驼比马大,即便这些小生们流量不复曾经,他们的一举一动也注定了要被受关注,比如李一峰。 近日,李一峰参加了一档名为这,就是惯来的青春篮球竞技综艺节目,明星艺人周杰伦和李一峰成为了四位领队中的企二。 作为明星,二人在该节目中的表现,很是惹人注目,随着第一期节目的播出,观众们惊讶发现爱喝奶茶的周杰伦瘦了下来,反而是李一峰有发胖的迹象,二人胖瘦的明显差别还上了热搜。 尤其是从镜头中某个角度看上去,李一峰真的是胖了,弹幕中也都是说太胖了,李一峰在节目中的正面倒霉觉得有很胖,大概是他在第一期节目,只穿的衣服过于宽松的缘故吧。 就算是胖了,李一峰的颜值依然很在线啊。 26日中午10分,李一峰公开回应了发胖一事。 没想到李一峰回应这件事的做法是如此的直接,他直接公开了自己现在的体重。 16.2这个体重就算是个身高,170的男性也应该是很瘦的吧。 此外,李一峰还晒出了一张自己的侧颜照,虽然画面稍显模糊,但是还是能看出来图片中没头没正,的李一峰的能讲还是很分明的。 除了两张照片以外,李一峰还配了一段很喜情商的幽默话语,时间不仅想带走我的流量,还想带走我的重量,幸好我这个人有质量,火锅电线。 哈哈哈哈,看了李一峰的配文,是不是很想笑啊? 李一峰真的是非常会说话了,他说自己瘦了,自己的重量被时间带走了,而且,一同被带走的还有曾经的流量。 不过,就算是没有了流量没有了重量,他还有质量呢,最后还很轻松愉快,的跟大家相约火锅电,李一峰的高情商早在他回答记者刁钻的问题时就有素耳闻,没想到近日被大家质疑发烫,他的回应也能进行高情商。 虽然一直伴随争计,曾经李一峰的流量在整个演艺圈,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吧,但是,更新划大很迅速的演艺圈总是新人辈出,李一峰今年来也在考虑转型,只不过离开了流量的光环。 他的演艺道路走得稍显艰难,少了流量就意味着少了很多热度和话题,综艺节目很少上,作品数量也急剧减少,很多网友都在质疑他现在是不是过气了。 其实,李一峰自己明白流量的道路不可能一直走下去,所以,他现在正在经历转型的煎熬,因为他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,所以在流量流失的问题上,才会这么的轻松吧。 详细熬过这段时间之后,李一峰在大家的心里,就不再是流量小声,而是实力演员了。